欢迎收看科技看非凡 我是丽真 我是湘婷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巨星 选择来到台湾开演唱会 想到近期最疯狂的一场 应该就是Coplay了吧 4月6年再度来到台湾的Coplay 光是一个晚上就为高雄吸引超过9万旅客 就连Coplay的主唱 自己也在台上跟粉丝道歉 说很对不起 乐团让房价变贵了 不光是Coplay 韩国天团Blackpink来台湾开唱的时候 也是这么夸张 每次都让高雄视日馆场内场外 挤爆了歌迷粉丝 动着8万9万的人场 居然可以在短短的90分钟之内疏散 不只如此 光是累计今年11个月 就有92万人次到高雄 参与超过50场大大小小的演唱会 能够这样快速疏散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靠的就是AI的帮助 透过AI大数据能够事先预测路况 调整离场疏散的动线 安排捷运的班次 相关接驳车 临时停车场与停车阁 甚至哪个路口需要道路管制警力支援 都可以分析推测出来 光靠AI确实可以帮助推算合适的解决方案 但其中还隐藏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是电信业者的行动设备信令 透过电信业者多年的数据资料 结合当下的信号变动 就能更准确地导出及时路况情报 不只最快能给出30分钟之后的预测 还能让下次的推论更加准确 我想这就是科技互相结合 发挥1加1大于2的功效 最好实证 马上就来大家一起来看 这几次高雄演唱会的智慧交通实力 场内场外高声齐唱 Coleplay酷玩乐团 睽違六年来台为高雄试运馆带来8万5千多人潮 Bling高分辈回应女神 韩国天团Blackpink让高杰全日载客量突破25万人次 一场场演唱会轮番上阵不只为高雄观光创造奇迹 更考验高雄交通运输能力 一个个亲切握手互动演唱会 散场后的捷运乐台正是城市交通规划的重点检验项目 为了书运大批歌迷高杰增派加班车 并且缩短班距每6分钟就有一班车 只花了短短82分钟 就完成了29万2千旅客的书运任务 我们会运用多类型的一个统计资料 那包括事先像演唱会的话 我们会事先收集就是卖票系统 那可以了解说我们的歌迷是从哪些县市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妥善去规划相关的接拨运输 以往的规模如果在4万5千人的 疏散时间大概需要两小时 那目前八九万人次的疏散时间 我们都需要90分钟而已 以AI大数据进行路况预测 调整离场疏散动线 安排节运班次接驳车临时停车场和停车阁 路口道路管制小道警力支援重点 通通都能事先推演 将当天交管策略调整到最佳状态 也能及时推算现况 目前最快能提供30分钟后的路况预测 传统上交通资料的收集会包含人车路这三个面向 那可是一般我们过去比较能收集到的都是属于车跟路 因为你可以从这些装在路上的这些道路的sensor 车辆的侦测器来收集车的流量等等这些数据 可是在人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困难 那我想有了中华电信令的资料 人有资料就可以包含说你从甲地到乙地 就是你整个旅行的行为 整个旅次是从什么地方搭什么样的运据 抵达什么样的地点 那有了这些人有的资料呢 就可以让我们来补充一些 我们平常收集道路交通资讯的不足 电信业者和政府单位合作 以整个大高雄作为试炼场域 省视TPass通勤月票与大型活动或假期 凑定区域道路绩效预测 要完成城市智慧交通部署 除了透过原先的检测装置 手机网络信令探针技术更是一大关键 电信业者将多年珍贵历史资料 投入大数据分析 不止近期的运动赛事 演唱会等等大型智慧 日常上下班交通路况 透过AI推演都能改善用路人环境 甚至连碳排状况都可以预先掌握 传统是用问卷 其实问卷还有整体的那些统计报表 其实缺乏了一个推估的依据 那利用电信大数据的分析 做碳排的分析 是一个创新的做法 以电信大数据的分析 交通的旅次 还有旅行的时间 并且搭配不同的城市的车流的特性 来进行碳排的推估 使推估的过程 具有数据推论的根据 原理就是透过行动设备信令 提供趣事别化资讯分析旅行时间 交通热力人车比转会 进一步开发交通预测模型 落实城市智慧交通的同时 还能根据运据转换 CVP交通数据导出碳排分析模型 悬管旗下检视最终决策应用 帮助评估减碳绩效 电信大数据是电信公司的重要资产 以回汇社会的目标 发展各项电信大数据的应用 例如在疫情期间分析群聚的热点 还有大型演唱会以交通预测 来拟定疏散的策略 还有城市碳排分析技术 协助政府提供更完善的绿色交通环境 打造智慧永续城市 全球环保意识抬头 减碳刻不容缓 要得到这些珍贵资讯 需要政府与企业互相配合 为2050整体净零尽最大的努力 谢谢唐人专专民话 高雄采访报道